最近料理的比丘和比丘泥 常常听信徒在诉苦抱怨 为了帮信众排忧解牢 同时也帮自己找些抒压管道 那么根据了解 现在呢这群比丘还有比丘泥 已经在集体学催眠了 开始放手 爱不任何存在未经案 实际上的教室里几个削法 穿着袈裟的比丘和比丘泥 有些摊在椅子上 有些人坐得直挺挺的 老师也口令一个动作 原来这些出家人都被催眠了 就像个小学生班老师说什么比丘泥都照做 但强调绝对不是电视作秀 而是藉由催眠意识模糊的状态 洗涤心灵的负面心念 这正是出家人寻求的 因为不仅妻信徒寻求心灵慰藉 出家人学催眠 帮信徒也帮自己 对我的成交有帮助吗 对我自己内心自己的反省 让我知道我有哪方面 我确实还没有注意到 在开导别人的方面 我觉得他们看得开 睡觉放松 是不是说刚接触时也是满心怀疑 但体验后发现有更亲的思绪 开导信徒催眠就像且能开发训练 进来以后你才能够认清自己 原厂之后你的敏感度就会提高 换句话说你就是开智慧 经济不好 时常接受信徒吐苦水的出家人 寻求催眠帮助 也帮助信徒脱离心灵苦害 都相信我叶宏杰台中报道 都希望明天会更好